是跟Excel對話的窗口 就是VBA 那如果你要很方便的切換的話 按下它我建議你先把它移到旁邊 這邊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點 縮小到你可以一邊撰寫 一邊去執行 這樣子是最好的位置 偶爾可以移來移去都沒有關係 那也就是說 放在你可以看到你的需求的位置 那你可以在旁邊撰寫一些東西 這樣就OK 有點像 本來你沒有辦法 跟Excel直接對話 現在你可以的 而且你可以用命令式的語言 告訴它做什麼事情 只要你程式沒有寫錯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很順利把你的結果跑出來了 然後我想這個等於是大大提升的Excel 它的資料的 這個處理的速度 而且就怕 資料量少 你不用怕反正你就讓它跑就好了 它這個跑下來 幾十萬筆幾百萬筆都在瞬間 一下完成 而且現在的 電腦的速度太快了 隨便都是四核心八核心的 你跑起來根本一點也 沒有感覺 不像以前什麼3864 860代 還會慢到一個不行 現在不會了 現在都快到一個不行了 所以 就怕沒資料 就怕沒資料 不怕說你資料 越多越好 處理起來越有感覺 那 這邊的話 最後做完之後 還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也許你平常 你是那種入門的使用者的話 還不太熟悉 沒關係啦 最好是在上面打個註解吧 那有的時候啦 當然有的時候 我會幫各位打一下 註解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看得懂的 反正你愛打什麼就打 只要是那個敘述 是你自己將來 回頭再看 是看得懂的文字敘述就可以了 那 大概有這些啦 那我習慣是這樣 第一個步驟做什麼 第二個步驟做什麼 這個是每個人的撰寫風格 所以有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些那個網路上分享的 一看 感覺跟我的style好像 可見得 他應該是 有的時候是不是 也許我以前 上過我的課的同學 或者是說 有的時候 放YouTube上面 有的人也會 稍微參考的東西 那我的VBA寫法 跟坊間的書籍 是 完全不同的 因為坊間的書籍 寫的是 真的很厲害 厲害到 很難看懂 因為那個是寫給高手看的 他會寫得很物件導向似的 然後會宣告很多一大堆東西 那你會發現 我寫出來為什麼這麼短 因為我都避開了 我通通不要的都把它丟掉了 像 主要是因為 因為我上這門課也很多年了 我後來剛開始寫的 真的同學會看不懂 後來我盡量寫得越簡單越好 所以 這一種寫法 主要是針對 完全 沒有 就是 你可能是 對這些 比較沒有那個 程式設計的底子的同學 是比較能 比較能夠接受的 一種寫作方式 所以未來你可以去 坊間看一下書籍 寫得跟我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的架構 當然 用的東西是一樣的 只是我盡量把它寫得越精簡越好 像回圈 我基本用來用去 就是Fore回圈 很少用到其他 當然不是沒有別的 只是說我覺得 那個暫時不用到沒關係 需要用到再說 OK 好 最後我們加上註解之後 也可以讓它玩 跑 那跑的話 你不見得 一定要 一定要 加一個按鈕 那如果說我今天做完之後 我希望加一個按鈕的話 可以切到 另外一個頁面 那你會想說 老師 那為什麼你這邊 為什麼剛剛我們這個地方 為什麼一定要加一個序詞 1 加在前面 剛剛的前面那個 sample 為什麼沒有 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你不加這個的話 它會分不清楚 到底你的資料是在 第一個 還是在第二個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你的設計 是會跨 不同工作表的話 你才需要加 這個敘述 但是如果說你將來呢 只有一個工作表 那 你前面就不用加了 好為什麼 因為一個工作表 幹嘛 比如說你已經在台北市了 我還要講說我在台北市的 什麼 文山區 不用了 就說我在文山區就好了 因為你已經在 大家都知道你在台北市了 OK 就不用去加這個敘述 如果說 你有很多個工作表 你就自然就需要 加這個東西 好那加上去之後的話呢 再來如何 把一個程序 變成一個按鈕 像這邊已經加好了 我把它delete掉 把它delete掉 你可以把它剪掉 沒關係 那怎麼樣加按鈕 非常簡單 我剛剛講這個 插入了一個這個 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拉一下 這樣 一樣把它複製 然後一樣把它貼過來 這樣就多一個了 然後呢 再來一樣 再把它增加一個 你第二個也是這樣 再拉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清除 那我們有兩個按鈕 因為是跨工作表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這兩個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的話 那你將來要編輯可以按右鍵 指定聚集這邊有個編輯 它也可以跳過來 跳過來之後 有沒有浮在上面 或者你切過 從這邊切也可以 那 我如果把那個等待的這個地方 功能把它關掉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沒有這個位置 0.1的話 它跑 跑下來會怎麼樣 一下就完成 所以為什麼我會 希望加一個那個 位置 0.1秒 就主要就是怎麼樣 感覺會比較有那種 有沒有 感覺好像有動畫的感覺 慢慢慢慢越來增加 就很像開票結果一樣 慢慢慢慢 當然你可以試情況 可以 不需要說 一定要0.1 那個數字是可以切換的 那最後當然 如果說你統計 這個地方做出來之後 會是一個圖表出來 那這個做圖表的方法 除了說你可以用 我們這個地方我是用那個 插入裡面的這個圖表 看哪一種圖表 那除了這個方式之外 因為我們課程裡面有提到有關的樞紐分析表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加一個樞紐分析圖 也OK 那前提是怎麼樣 你可以先 把 你要統計的圖表 把它選起來 這個範圍 不過你要做樞紐分析圖之前 你還是需要有一個 完成的 資料 不然你還是沒辦法統計 所以這前提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 透過這個樞紐分析圖 它會問你說範圍是不是在這裡 沒錯 那是不是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是按確定好了 它會自動幫你新增一個 這個新的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想要統計的話 你可以這個打勾 這個再打勾 它會也是一樣 會自動幫你顯示出一個圖表 不過我剛剛有提到啦 那你可以 它其實有點像是跟那個圖表相同的 不過它已經模組化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 資料當然還可以再做一些 排序啦 或者做其他的 這個 這個 格式上的變更 好 這裡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用樞紐分析表也順便 可以把這個帶出來 但是至於說它要程式化 恐怕還是有點困難 它已經模組固定化了 要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有關剛剛的那個其他的 這個這個 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這個是 主要 我們是 在用Google表單 如果裡面有那個 切割痘點的部分 那你將來要在Excel裡面 做後續的處理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 再來 等一下我們繼續 後面的話 剛剛樂透彩已經講完了 這個是都是 會用到像Konif的 這個 這個函數 幫我們去做一些簡單的統計 好 是